大家晚上好,我做了一个稍微有点趣味的节目 就是我设计了十道题的价值投资考试 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我会在下周公布所有的答案 那考试的第一道题,查理芒格特别重视思维模型 在几百个不同的思维模型当中,他最重视的是哪个? 请用一个英文单词来作答 第二题,现在的科技巨头当中,有哪家的创始人在公司的上市之前见过巴菲特? 巴菲特了解公司,但没有投资,现在感到很后悔 第三题,巴菲特认为在所有的品德当中,哪一个对成功最为重要? A. 努力 B. 专注 C. 智商 D. 耐心 第四题,以下关于巴菲特的说法是错误的 A. 他认为多数公司应该回购股票 B. 他为硅谷,台湾叫西股,这些公司引入了双重股权结构 C. 在投资比亚蒂之前,他曾经投资了别的中国公司 D. 他从不打破自己的原则 第五题,做空股票的收益上限和亏损的上限属于以下哪种情况? A. 收益无限,亏损也无限 B. 收益最多100%,亏损无限 C. 收益无限,亏损最多100% D. 没有任何规律 第六题,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这句话指的是哪个行业? A. 汽车 B. 银行 C. 铁路 D. 保险 第七题,在巴菲特所有失败的投资当中 哪一个对他的名誉伤害最大? A. 索罗门兄弟 B. 美国运通 C. 伯克希尔 D. 富国银行 第八题,多数基金对自己最大的仓位有不超过5%的规定 巴菲特自己做基金经理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多少? A. 百分之十 B. 百分之二十 C. 百分之四十 D. 百分之六十 第九题,巴菲特考虑是否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最先考虑的因素是哪个? A. 公司是否足够便宜 B. 管理层的能力如何 C. 公司破产的风险 D. 公司的护城河 最后第十题,巴菲特和市场的风险 B. 市场主流的观念在哪点上是一致的? A. 有效市场假说 B. 用GAP,也就是通用会计准则,给公司估值 C. 波动就是风险 D. 以上全错 这就是这十道题的所有内容 我会在下周公布答案,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喜欢的朋友可以留言把你的答案写在下面 谢谢,再见